佛法 重识智 不重行识 这一句话非常重要 早年张家大师告诉我们 讲到戒律的问题 我们根据 偶叶大师的话 偶叶大师 是金中的 第九代的祖师 他对戒律下很大的功夫 告诉我们 中国从南宋以后 就没有真正的比丘了 那么比丘节 至少要五个真正比丘传节 你才能得及 规定是十个 三四七正 而五个三四两个正 没有真正的比丘 你不会得及假的 所以偶叶大师 自己受戒之后 把比丘节退掉 他一生 自己 自己 居住的地位 是 菩萨界 杀尼 因为 菩萨界 杀尼界 不需要 真正比丘者 自己 在活菩萨 面前 法院 受戒 都可以得到 这是你用真诚心 你就能得到 他做得如法 近代 红尼大死 李书统 这大家知道 他也是在戒律上 下了很大的功夫 他很清楚 叫我们怎么样 叫我们就受戒 受了戒 自己心里也清楚 没有得及 那为什么要受戒 因为你不受戒 你要去学戒律的时候 别人 激 激险 别人会批评你 毁谤你 你受了戒 再去研究戒 这个问题就没有了 那就是我受了戒之后 我来学戒 这也是张家大士告诉我的 你学做到一条 这一条戒 你得到了 你没有做到的 这个疼绝没得到 我们不说是250条 就是这个四重极 不杀神 不偷盗 不淫于 不英雄 这四条重极 我们有没有做到 做到一条 算是你得到一条 永远吃亚 精心修 那么你对这个戒 一定要知道的很透彻 释迦牟尼佛 为什么定的一条戒 因为理论 修学的方法 统统都要懂的 你要不懂 你没有办法 在现实生活里面 与界心相应 每一条街 都有开窃吃饭 活的不是死的 你不懂你怎么吃 总而言之一句话 这种原则 戒律对自己 是清净性 对别人是大慈大悲 你能够懂得这个原则 你才了解 为救一切众生 破戒不是凡戒 不叫破戒 叫开戒 是利益众生 对众生有大利益了 牺牲自己算什么 如果能度众生苦 自己下地狱 也甘心情愿 这叫真正吃戒 持戒不是自私自利 对众生很有利 不行了 我又要破戒 我不敢做 这个人自私自利 一点慈悲心都没有 佛所教戒的 一定搞清楚 搞明白 千万不要误会 随戒 一定要找好的老师 更好的老师 你才能学得到 殷阶得定 殷定开会 这是三世祝福 修行 成就 一路也盼盼 不从这条路走 错了 完全错了 你怎么会有天就 在现在这个环境 是非常特殊的环境 戒律 无论在家出家 都收获了 我们看不到 那么这是那一条路 灭佛求生监督 这一条路里头 有没有戒律 有 这个戒律主要特别 叫 道攻击 定攻击 戒律虽然没有识 你有道 你有定 这个道定是什么 道 是这样的方法 你对于净土 真信 真想往生极乐世界 这是道 一行专念阿弥陀佛 这就是定 你有道 有定 戒律就在其中 就在信愿 持民之中 那你会全放过 每年都内存 Inspector